《立場新聞》 警方國安處日前對網媒《立場新聞》展開大規模行動 拘捕其高層、前高層與陳佩敏共7人 凍結大約6,100萬港元資產 更牽涉出立場在英國開設的分社 一個香港網媒為何有這麼龐大的資金儲備 又為何走到英國做註點呢? 另外港人港地翻查發現 《立場新聞》的董事 除了已經辭任和留任 包括創辦人蔡東豪在內的8人之外 原來還有一個神秘人物隱藏在背後 她叫方麗倫 是一個中英運血兒 自稱在香港出生和長大 曾赴英國讀大學 在她的個人簡介中 顯示她曾在2012年至2014年期間 擔任《立場新聞》前身 《主場新聞》的顧問和專欄作家 《主場新聞》在2014年停運後 她又繼續擔任《立場新聞》的專欄作家 直至2018年 另外她亦是HK Free Press的創辦人之一 更是英國外交政策戰狼 亨利傑克遜協會的副研究員 這個協會與美英兩國政府關係飛淺 方麗倫在這個協會的個人簡介中 提到她是《立場新聞》的董事 方麗倫亦與《立場新聞》創辦人 有傳正被警方國安處通緝的蔡東豪關係飛淺 方麗倫在2018年曾接受傳媒訪問 談到正籌備移民英國 原因之一是蔡東豪在佔中前關閉主場新聞時 曾發表我恐懼、我誤判、我愧疚的留言 方麗倫在訪問中稱蔡東豪是她的朋友 究竟這個人與《立場新聞》的瓜葛有多深? 既然她自稱《立場董事》 為何她的名字又並未出現在《立場新聞》董事名單中? 位於英國倫敦的《立場新聞》分社 於今年2月開始運作 並由曾於《蘋果日報》擔任藝術省民作者多年的楊天瑞 任分社主任 在《立場新聞》宣布停運的第二天 楊天瑞在社交網站宣布英國分社停運 根據英國政府公司註冊處的公開記錄 《立場新聞》在英國的所謂分社 《立場新聞》並無股份 股東只有一個人就是楊天瑞 該公司Stand News UK Limit 在今年4月21日在英國成立 是一間單部公司 即不是一般的商業公司 而地址也只是聯絡地址 並不是《立場》的辦公室 《立場》表面上在英國並無新聞業務 為何要成立公司呢? 會否借此開設銀行戶口呢? 而《立場》英國分社的資金又是從哪裡來的呢? 除此之外 走路英國的港區國安法通緝犯羅冠聰 曾寫過一本名為 《Freedom, How We Lose It and How We Fight Back》的書 這本書的作者除了羅冠聰之外 另一個人就是自稱《立場新聞》的董事方麗倫 從方麗倫到英國分社的種種疑魂 令人不得不問 《立場》新聞真是一家純粹的香港傳媒嗎? 它和英國究竟又沒有淵源? 而當中的牽連又有多深呢? 一切正待執法部門繼續跟上調查